7月25号上午,BBC英伦网主编陆江女士一行来到腾讯奥运前方大本营,随后在腾讯体育的引导下,参观和考察了腾讯中国茶馆。 对于腾讯中国茶馆的规模以及奥运报道策略,陆江女士大为赞叹。 她表示,作为腾讯战略合作伙伴,BBC英伦网在奥运会开幕后,每天将会派出一名记者遵守在中国茶馆采访到腾讯做客的各路嘉宾。 在今天考察时,陆江女士一行还专门与演播室负责人详细探讨了介绍她们的机器位置摆放等细节问题。 为了在奥运期间能够及时传回文字、视频等奥运报道,陆江女士一行今天还在中国茶馆及时测试了网速带宽等细节。 在参观完后,以陆江女士为代表的BBC英伦网对于腾讯中国茶馆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并指出在有这么大的投入、这么专业的准备布置以及这么强大的工作团队的前提下, 腾讯在这次报道上一定可以为广大中国网友带来最为精彩的奥运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